英sir中了新冠,做了什么令自己痊愈?听听他怎样说 我感受最辛苦是捱过头风 可能我自己有练气功,头有几天很痛 你感受到有些风在里面走来走去 可能一般人没有那么多感受,因为我们可能练气功的关系 我觉得是迫迫迫迫,然后一中招就放大了那个情况 然后我也要练功练得很认真地才解决了头风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你都不要说笑,长期带着帮帮出去,免得吹着头 你的意思是你练了气功,你知道有道气在头上走来走去? 有道气闭在头里面,顶着顶着顶着,一时时的,令头很痛 我觉得最主要是你平时,因为平时常在吹,你知道香港的冷气是变态的 四围一动到飞起,我也不知道香港的人好像冰箱那样开到,很难捱的 所以现在你稳定一点,戴着帮帮帮帮,不要常常吹着头 这个我就是最大的感受,因为最辛苦就是,反而是头风的问题 你说你能解决得到,就这样无谓挑战他,所以平时带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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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个都是院长的学生 我们未来都是免费课程 你看看我们YouTube下面的免费课程 去一次 看看会否合自己 我们今次的题目有跟Alice Wong有关 Alice Wong 其实我们上次访问她 她很多年前 是不是十几年前就练过 是呀 2003年时已经来学习了 她是因为心搞痛 我说过 她心搞痛 然后查询了很多西医 都不知道什么事 后来学太阶五行工 然后有一次就是发烧夜晚 然后那道气就出来了 我大概记得是这样 有没有发烧 我不记得了 不过就有道气过了心脏 我们与年功的人到一个程度 你救气就会冲过了我们身体里面的 雨室的地方 那已经有病灶就不会再复发了 OK 也有触触了 她现在也没有 那么多年也没有这种现象出现过 但她的脾气也很差 能否练习气功能令她脾气好些呢 其实如果接触金融界的人 天天都大起大落 对人的身体是有损害的 你有提过她的吗 我也不是很方便的 因为讲课就一定讲的了 不过听不听就有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今集我们不是讲Alice 其实她自己因为真的练习气功能好 她是介绍周围很多人去 包括她的爱母 是的 适逢有一年她的爱母 真的有一个癌症出现了 是乳癌 我是亲眼见过她的爱母 其实阮女士她的爱母 当时她是不接受西方的治疗的 因为她觉得自己都一百年多了 七八十岁的人都差不多了 那时候的表达就差不多了 最好不用做什么创伤性的方法 在她自己的决定下 不如练习气功吧 她接受的 当然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在初期的时候 她的练习都可能是 应该这么说 她平时都挺平和的 但是可能都一定要有过程 不是说一练就好了 都要经过一段时间 比较长的时间 结果到现在来说 她都没有再看医生 是医她的乳癌的 都健在的 他没有做过任何手术 这么多年 她一直练习气功 到现在 他现在还在 最近说她有种过新冠病毒 她又困了自己的房间 因为她自己都不接受打针 没有打疫苗 她就奋斗了16天 出回来 没有事的 练习气功 当然不是叫观众说不用打疫苗 没有这样的呼吁 绝对没有这样的留法 她已经有80多岁了 80多岁了 我觉得是神奇的 或者在这方面 我也讲一下 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我曾经患过乳癌 当时是93年 我只是说三十五岁 在我发现有乳癌之前的几个月 就是我妈妈离世的 我妈妈离世的 应该怎么说呢 曾经医生跟我说过 我接收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 我们身体里面的变化 其实是由自己想起来的 包括自己情绪 自己作识 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原来我相信了一句说话 也对自己这么有影响 后来我问回我家里 其他的兄弟姐妹 她有没有这个想法 原来我们 那么多兄弟姐妹 只是我一个有这样的想法 我接受了医生 跟我们说的一句说话 可能你们都会有癌症的 是有遗传的 我妈妈过身是因为癌症的 所以医生说 可能癌症也会有遗传的 没错 所以你就相信自己会有癌症 没错 当时那一刻 也有点恐惧 我会不会都好像我妈那样 有癌症的呢 接受了这个意识 埋藏在自己的心里面 都是一个挺大的隐忧 原来我们心和心 是一起去为自己身体做事的 所以我都和观众说一下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 当然我们的健康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 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 其实意志力有时是影响你的人的健康 其实院长经常这样说 你相信你自己整天病 很早就死了 可能你真的是那一条 但你相信我很健康 我很健康 家人有什么病不关我事 会影响到你将来会健康一些 这个意志力 其实科学都有根据 都有证据的 真的会影响你的心情和你的身体 绝对是 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 忽略了我们的作息 我们说的大宇宙的时间表之外 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 在中医的理论就是 内因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七情 就是所有的外因必须要经过内因才产生疾病 明白 所以是不是和尚会较明一点 其实我们说的是正气十足 在《皇帝内经》里面说的四个说话 就是正气全内邪不可干 邪之所臭其气必虚 其实我们每个人 如果是正气十足的话 我们应该没有病的 OK 好 多谢院长 有什么免费课程大家 记得在YouTube下方可以看资讯和报名 多谢院长 多谢大家 多谢 院长上一次播了几集访问之后 听说很受欢迎 很多朋友报名参加你的课程 是的 原来真的在香港 很多人对健康很有热食 反应也相当热烈 而我们每个月都有课程 在课程之前 我们都会举办一个免费的健康讲座 如果有免费的朋友都可以报名 在以下的WhatsApp的电话 就可以跟我们联络了 即又可以有什么问题 WhatsApp 又可以这个WhatsApp电话来报名 多谢院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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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